回来谈一下世博会 在上海世博会里头 许多人走到中国馆 最震撼的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呢 幕后的技术团队 是上海的水晶石公司 我们特别文谦世界周报 在台湾我在中天的节目 特别到了上海的水晶石公司 一个一个看他们 如何做出神奇的 会动的清明上河图 里头有人会划拳 每一个人还会拉船 还有舞技在旁边跳舞 他们是如何办到的 我们来看一下水晶石的访问 中国馆是这一届世博会 最鲜明显著的意象之一 那般巨大 那样突出的令人无法忽视 进入中国馆 只有一件展示品 不应该错过 原本5.28米的清明上河图 化身成长达130公尺的巨座 有一条即可乱真的河流 护卫着它 更特别的是 里面的人物仿佛有了生命 会走动 会说话 还从原本的白天 热闹到黑夜 施展神通的魔法师 水晶石数字科技的技术团队 告诉我们是如何办得到的 我们第一步的工作就是把清明上河图 张泽东版的这个清明上河图里面所有的人物都用这种形式把它摘取出来 接下去的一部分工作我们就会对这上面所有的人 当然会先进行编号然后告诉大家说这个人在干什么 那里面有五百多个人物我们都做了一部分这样的一个工作 每个人上面都会有个编号 那就是我前面说的它代表它的三种属性 那么在这张图上呢还能看出它第四种属性就是它的运动轨迹 所以我们上面会有经纹线X组Y组就是告诉制作人员制作团队 我这个C01-A这个人他将会从哪个点行进到哪个点 在这两分钟里面 然后蓝色的人紫色的人他会是相对在原地的那些人 摇摇头白板手的这种动作 那么红色的人他是位置会比较大 一般他都可能在某种交通工具上 或者说因为他骑着 或者他在奔跑 或者他在轿子里 早在上海世博开始之前 所有本届世博会的异象都是由水晶石 用电脑动画创造出来的虚拟世界 为什么又是水晶石 上海分公司的门面一点也不起眼 大陆常见的白底黑字招牌很容易让人忽略 但一旁新颖低调的校楼可是OMA的名家设计 留着极短的小平头 态度谦逊的36岁副总裁谈起当年发迹的往事 国家大陆现在是这么一个设计方案 那么当时实际上它是应该是我们中国很少有的就是第一次这个全球公开招投标 那么基本上在国际上一些著名的建筑事务所都来参加这一次招标 那么当时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差不多有十几家的公司过来招标 我们差不多里面有一半的设计师都是找我们在帮他们去完成这个三维的图像也好动画也好 纪斐冲在公司编号第八他和创办人学的都是建筑 雪金石一开始专门替建筑师制作3D动画强化对方提案笔稿进途的能耐 因缘际会乘着改革开放的大潮站上浪尖 在我们成立到现在的这十几年当中是是整个中国发展一个发展速度最快的一段时间 第二个呢在这段时间里面中国的地产业是有一个非常迅猛的发展 所以这个地产业的发展它其实催生了建筑设计 房地产的开发房地产的代理包括一些城市规划都在不停地在往前走 接着水金石硬着头皮做出最具策略性的重要决定 赞助作为勤奥运 这是两千年的时候 北京市政府为了是这个去国际奥组委去陈述 它陈述它里面有两段影片 一段是张艺谋拍的这个影片 另外一段呢是需要对奥运场馆的规划做一个介绍 那么当时这个项目是我们当时公司还不算太大的时候 那时候公司大概四十多个人 我们当时一咬牙是赞助了这个项目 就整个项目我们没有收一分钱 那么目的也是为了能够参与这一件大事情 那么应该说后面的结果还是很好的 那么这对公司来说也是一个一个节点 深奥影片之外 同时作为开闭幕式影像制作总承包商 水金石负责贯穿整场的卷轴影像 以及到鸟巢顶边缘碗口的投影影像等数位视觉内容 金奥成为最好练兵操兵壮大实力的舞台 水金石的触角随着金奥的时程不停地多元延伸 短短十多年的光景 事业体系持续扩张 员工人数等比级数般扩增数十倍 北京前面大街重建案 3D动画影像 也是出自他们手笔 甚至跨足电影的动画制作 像故宫 还有像大国崛起 它里面所有的这些三维复原的这些场景 都是他们完成的 东方的石头我们是整个的影像特效 然后赤壁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最近在上映的一个叫东风雨 旧上海一个谍战的故事 我们基本上三十年的上海 等等很多的都是 全部是电脑复制出来的 这一件中国的大事 上海试博会 水金石不意外地再度成为赞助商 更主动提出前所未有 网上试博的概念 水金石终究把版图伸出了中国 成为2012年伦敦奥运会图像设计服务工艺商 副总裁36岁 视觉事业总监31岁 2700名员工平均年龄更只有26岁 这间上海分公司是由老旧的服装工厂改建而成 原本一家家的缝纫机变成了一步步的计算机 用虚拟的想象建筑出坚实的动画文国 水金石的茁壮具体而为地讲述了一家小公司 如何在一次次的历史性项目中 抓住机遇成功地把自己推上世界舞台